我是普森桂林人 從小在果園裡面長大 現在主要是從事水墨化的創作 因為孩子 之前城裡的房子空間不是太夠 我也對鄉下比較有感情 所以就搬到這邊山裡來 家具大部分都是舊的,淘來的 畢業以後我就來到北京 我在雜誌社將近七年多一點 基本上接觸的都是傳統書畫界的這些畫家 14年,當時雜誌也不那麼景氣了 所以我就想著不上班 有更多的時間自己畫畫 烏是特別喜歡用特別重的顏色 從小生活的梨漿 總有雲彩、遮蓋 就是模模糊糊的 所以我多多少少有意會營造這樣子的畫面效果 我的畫的尺寸比較小 我更喜歡在細微處描繪 用我生活當中的一些物品做餐照畫進去 這是一個我生活的寫照 跟圓林有關的一些作品 影儒系列就比較多一些 廠用石頭擋著的 或者是從一個圓形窗戶或者一個洞裡面看過去 剔除一些大山水的風景 把裡面描繪的東西更細化一點 更精緻一點 清掃系列主要就是各種器物 各種好玩的東西 我收的一些小東西 我喜歡掏各種舊東西 雞腿瓶 以前是裝久的 現在就拿來插畫 就可以當我畫畫的題材 我個人比較喜歡那種 不是特別滿的 讓人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國畫有個詞叫記白當黑 其實白的地方雖然沒有東西 但是它可能會讓你感覺到 它比油比墨的東西更豐富 就我夫人之前她不會畫畫 但是她喜歡看畫 我們相識是因為她之前看到 第一次見面應該是她來我家學畫畫 七夕節 就這麼接我去文化工看展 今年我的寶寶 下午她睡覺以後 我才會繼續開始畫我的畫 比較碎片畫一些 斷斷續續的 我是一個容易滿足的人 就覺得能有時間畫電話 跟家裡人一塊兒 過點小日子就好了 看著孩子長大就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小夏天